观点非常正确 那么佛教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必须要把它认清清楚 佛教是教育 使释迦牟尼佛对于九法界众生 确确实实是至深圆满的教育 从哪些地方我们能够看得出来呢 首先我们在佛教里面称呼方面就能够发现 你看我们称释迦牟尼佛为本师 师是老师 本师就是根本的老师 用现代的话来说呢 就是这个教学的创始人 他是创始的一位老师 而我们自称为弟子 弟子是学生 所以从称呼上来看 非常明显的 看出来我们跟佛是私生关系 宗教里面没有这个称呼的 宗教里面有主仆的关系 父子的关系 神与人的关系 那么像这一类的关系在佛门里面没有 这是我们必须要认识清楚的 佛教创始人是释迦牟尼佛 他的历史 我们在这个地方不要耽误世界 《死传》里面都可以能够看得到 他出生在北印度 现在的尼泰尔 在喜马拉雅山的南面 那么他生在中国周昭王26年 驾阴 那么佛灭度是在周穆王53年 这是中国历史上所记载的 但是佛的年代 中国跟外国记载相差很大 照这个记载 那佛灭度之后到今年 应该是三千零二十一年 可是外国人的记载 今年还是两千五百多年 这相差几乎有六百年 那么这种事情 不但是佛陀 凡是古人 这个僧族年代的考据 几乎都有很多种的说法 到底哪一个说法正确呢 这很难断定 也可以说是没有法子去断定 这些呢 实在讲也并不是很重要的 我们不从事于考古的工作 这个不重要 我们重要的是要了解佛的教义 释迦牟尼佛确实有这个人 当年讲经说法 也确实留下这么多的经典 这个是值得我们肯定的 佛教正式传到中国来 是厚汉用明示明 公元67年 这是正式接受中国朝廷 也就是中国的帝王 派特使引擎到中国来的 那么非正式的历史上也有记载 大概在春秋战国那个时候 已经由这个佛的讯息传到中国了 但是我们从历史上来说呢 还是以国家正式礼品作为记录 那么佛法 这个佛教 我们以这个纲领来说 佛教是佛陀的教育 佛陀是印度凡语音译过来的 他的意思是智慧是觉悟 那么为什么当年翻译 不把它翻成智觉 翻成智觉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名词也就很清楚了 不至于迷惑了 为什么不这么翻 这是过去在翻译经典 体力上有五种不翻 叫五不翻 那么这是顺着五不翻之一 这一条是顺着寒都义不翻 这个名词里面 含的意思很多 在中国智慧里面 找不到一个相当的字来翻译 所以就用英语 然后再加以解释 佛陀这个字里面 所说的智 跟我们普通概念里面的智慧 不一样 因此必须要加以解释 他的智慧要是笼统的来数 就是对宇宙人生 过去未来 这一切法 他都能够明了 而且正确的明了 圆满究竟的明了 那样的智慧 才称之为佛陀 那么我们听了这种说法 在乍听之下 真的是很难接受啊 这有一点像宗教里面 称上帝一样 全知全能啊 人哪有可能的事情 而释迦牟尼佛告诉我 一切众生 包括我们自己本人在内 确确确实实都有这个智慧 都有这个能力 因此 佛法对于所有一切众生 它是平等的看法 本来平等啊 佛不比我们高一级 我们也不比佛差到哪里去了 平等的